前年前两个月 东盟预约3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差距落后欧盟 赞局我第二大贸易伙伴 从一季度数据来看 我国对东盟进出口达到了1.35万亿元 同比增长8.4%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.4% 同期我国对欧盟进出口1.31万亿元 东盟重新成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初步分析 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RCEP正式生效 助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 二是互联互通 持续为贸易往来提供了增长动力 三是区域产业链稳定恢复 中建产品贸易超过了六成 四是积极扩大自东盟农产品进口 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双方经济互不幸详 合作领域广发展潜力大 双边贸易将继续保持 是良好态势 是良好态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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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